要不咱们等等 毕竟带女朋友第一次见家长 不能马虎了才是 可别 本来我今天在这儿就是一陪酒的 我呀 就是想看看我那个没作性的儿子 到底是不是骗我 就算带来了 我那儿子我知道 跟我在一起 那孩子待不了多久的 咱吃咱的 不用管他 薄瑾妍只是静静地听着 听说李懿要过来 还要带着女朋友过来 你怎么不说话呀 今天你可是主角啊 你不也是今天的女主角 我怎么没见你说两句 你不说我怎么说啊 结婚这种事 你难道还想让我一个女孩子提啊 薄瑾妍唇边一直弯着笑 他不说话 战战黑眸却一直凝着格树 让他提 这里肯定就不是这种气氛了吧 包间门这时被打开 入眼的正是几年未见的李懿 爸 我把我女朋友带来了啊 还没有站满 就一眼看到坐在席上的男人 薄瑾妍也是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被李懿一路牵进来的李懒 同眸皱缩 身上散发的温度突然下降了好几摄氏度 俊瑾妍的脸庞也是一点点的沉下来 黎曼身子一僵 凝着薄景颜下意识地抽出被李懿牵住的手 你慌慌张张地干什么 都多少岁的人了 还这么没把握 还不快过来坐下 敢叫人家姑娘这么站着 黎曼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但是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 他也唯有硬着头皮跟着李懿上了座 先演好这场戏再说 这位是薄景颜 现在博士的掌门人 小伙子年轻有为 不像你 整天吊耳郎当的 李叔 我们之前就认识 而且关系还相当好 说到相当一词的时候 他故意加重了预调 听在李懿的耳中 嘲弄 不屑 表现得淋漓尽致 是吗 那更好 我就不用再介绍了 李 不介绍介绍身边这位美人吗 一旁 我倾勉迷了自家儿子一眼 又将目光放在李曼的身上 敏了敏唇 当着众人 究竟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李曼 我女朋友 以前跟我们一个学校的 女朋友 是吗 他在要她的回答 这里行间满满的警告 仿若他敢说是 他绝不轻扰 李曼垂着眸不敢接话 简言 你是不相信 还是不敢相信啊 李易的父亲不晓得 他们五年前错综复杂的关系 只知道他的儿子 终于肯往家里头带女朋友 晚上把小黎带回去 吃顿家常饭 让你妈也高兴高兴 博锦言眉骨跳了又跳 脸上的力气阴沉得层层变些 我看算了吧 今天太晚了 改天 有时间再说 也好 也好 锦言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办婚礼 难道今天是博锦言跟葛叔父亲 见面商议婚礼的日子 心里突然一阵难受 博锦言余光昧着黎曼 博父说哪天合适 我回去找人查一下 看看哪天好日子 咱们就把喜事给办了 反正葛叔早早晚晚 是我们博家的人 你说呢 锦言 我没问题 只要葛叔愿意 就算明天我也招药能去 他说着 深情缓缓地看向葛叔 仿佛真的有多想娶他似的 葛叔娇羞一笑 这一幕 全部看在黎曼的眼里 心底骤然翻上来的疼痛 不由地让他眼眶一热 明天那可不行 我老葛的闺女要结婚 自然是要风光大驾 老爹 那玄日子这种大事 就全权交给你了 好 没问题 选好了日子 我才另行通知你 那行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的准倾家 黎曼强忍泪水 揪着裤子的手背放了白 不知过了多久 一双修长的手伸过来 附在他的手背上 像是给他力量一样 轻轻攥了攥他的手 爸 你们吃好了 先走了啊 葛叔 吃好了吗 葛叔一愣 随即点头 陪我出去送送这二位情侣吧 好啊 葛叔笑得异常开心 说着就这么站起来 他硬是硬着头皮 跟李懿走到酒店的门口 回去吧 锦言 你跟葛叔的婚礼 我一定会去参加 自然啊 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最要请的人也一定是你 黎曼 李懿是个很不错的归宿 好好珍惜他 好 谢谢你的钟言 我会好好珍惜他的 博锦言回包间前 给黎曼发了一个微信 一句话 简单粗暴 为了你的宝贝儿子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那领别墅 黎曼收到这则微信的时候 正躲在人少的角落里 苦得一把鼻涕一把落地 明知这则微信 心底却是从未有过的平静 怪我 没把事情搞清楚之前 就带你来了 不怪你 怪我自己 为什么要傻乎乎地 放在他手里 本来他可以远离他 跟瑞瑞过着幸福的日子 是他自己 都怪他自己 他处心积虑地为黎禁行着想 为了帮他留住公司 才委屈于他的身下 黎禁行却因为秦雪瑶的一句话 随随便便地起了他母亲的苦 他错了 从一开始就错了 贪爱的 关心的 没一个在乎他 曼曼 你是不是被博锦仁 逼迫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一定帮你处理 不要 我跟薄锦仁的事情 不想再牵涉别人的家 李曼 不要哭了 李小姐回来了吗 还没有 信仪 你下班吧 明早再过来 薄锦仁的神情不大对劲 信仪不敢反驳 收拾了一番才离开了别墅 手机突然响起 拿起来一看 是葛叔的来电 亲爱的 到家了吗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想你了 葛叔 怎么了 我们就到这里 到此为止吧 你说什么 葛叔 我们分手 理由是什么 我不爱你 你不爱我 不爱我 雪儿你不爱我 为什么中午的时候 要答应我父母结婚的事 你父亲那么好面子 你让我当着那么多人 博他面子 说那么好听给谁听啊 我知道了 你是在故意气里吗 对不对 很长一段时间的承诺 博女爷 你说 你对得起我吗 李曼不顾你 此婚离开你的时候 是谁不分昼夜照顾你的 这件事我本来不想再提的 既然你提起来 那我倒要问问你们 葛叔 我重伤住院那几天 你确定不分昼夜 照顾我的人是你吗 葛叔几秒钟的沉默 已经出卖了他 你 你不相信我 却相信李曼所说的 李曼要是有你一半的心眼 我可能就不用这么晚才知道了 你觉得我是一个不搞清楚事实 就随便乱放的人 锦言 我 我只是太爱你了 你知道的 大学那会儿 我有多羡慕李曼妈 为了能让你喜欢我 我救了那么多 葛叔 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难道你要我一一去接受 我不爱你 所以不想跟你结婚 你懂了吗 你不爱我 不想跟我结婚 你不爱我 你不想跟我结婚 为什么自从李曼走了之后 你要跟我好 而且一好就好了五年 我碰过你 某哥说 我从来没说过要跟你好 一直是你在说 求我给你机会 我给你了 可是我不爱你了 就这样吧 某哥说 就到这里了 你要跟我分手是吗 那这是你半方面的想法 我不会告诉我爸的 你有本事 你自己来我家里告诉他 葛叔气冲冲地说完 挂断电话 狠狠地将手机摔在地上 李曼 都怪你 要不是你回来 竟然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要我 只要有你在 竟然就不会再要我 所以 你必须离开 你必须离开 葛总 你让我查得 关于李小姐儿子的事情 已经调查清楚 儿子是李小姐 为美国一个沙氏公司老板生的 具体信息 我给你发在了邮箱里 好 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事 葛总 还有什么 李小姐的情妇穷死 这个人 这个人好像很乱 他好像不仅跟李小姐 跟李小姐身边的好朋友 好像也是有 数理不清的关系 就这个事 葛叔挑了挑眉 有钱人就喜欢玩刺激 这种事有什么好跟他说的 是琼斯先生的夫人好像找了过来 据我了解到的 据说是要杀过来 处理掉李小姐的好朋友 阮元小姐的 我只是觉得好像那里不对 想不通 所以跟您提一下 琼斯夫人 只说处理那个姓阮的 没地理吗 是的 没有提 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突然闪现 他冷笑一声 对着坐机 小声对男助理交代了几句 然后挂了电话 你是把我的话当耳盲蜂了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手机关机了 没听到 李曼 他忍了又忍 终是忍无可忍 你现在是什么表情 难道你没有以李易的女朋友身份 出现在我面前 是我错怪你了 没有 你没有错怪我 怎么 这么快就跟我承认了 去美国混了这五年 李曼 招惹男人的本事见长啊 一个李易不说 还有那个美国老男人 这都是他知道的 他不知道的呢 先不管我招惹男人的本事有多大 你要是个什么好东西 能背着自己的未婚妻跟我私婚在一起 李曼你可以啊 学会酱嘴了是吧 柏锦衣 我给你签的是三个月的合同 不是卖生气 凭什么我们两个只能你说 我却说不得 你说凭什么 你是不是又要说 凭我是你下贱的情福 李曼的眼泪在眼球里打转 他却瞪大眼强逼着他不要掉下来 你都挺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比起有自知之明的情福 我比较喜欢听话老实一点的 不听话 遭罪的是他自己 怎么 今天一天跟你的男朋友玩得很开心是吗 还好 你要做就快点 我今天玩累了 这会儿也犯困了 李曼 你非要跟我拗下去是吧 李曼心里气得直打颤 面上却闭着眼睛不再接他的话茬 他狠狠地加重了掐在他脖子上的力道 直到李曼的脸胀的通红 凝着李曼难受的表情 他像是触电也要挪开手 李曼 你给我滚 滚出这里 我今晚不想见到你 一只手斧着被他掐红的脖子轻轻咳嗽 一只手胡乱地穿上鞋子 拿起外套想也不想地冲出他的别墅 站在外面哭了好一会儿 被薄锦炎掐住的那一刻 他甚至想到了死 他在想 如果今天跟他闹 跟他降嘴的是葛叔 他还会这样对他吗 他连想都不想地自问自答 当然不会 你不愿意是谁 我又要自没有 一步步地走向阮圆柱的地方 你不愿意是谁 你不愿意是谁